今天中午吃的是炸鸡 所以晚上呢就要吃酸奶来平衡一下 所以健康均实的饮食呢 就是这么来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也是很多人要求的 自从我这个瘦身成功以后呢 每天都有很多人要求我出这个健身减肥 瘦身的这个心得 那今天呢我们就着重讲一下饮食方面 因为除了健身呢 你也得搭配饮食方面才能有瘦身的效果 不然的话如果你吃的话 还是胡乱的吃 然后随心所欲的吃 你不管在健身房耗多少个小时 都是徒劳 我不是说一点效果都没有 但是呢如果你真想瘦到一定的程度 你会多走很多弯路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饮食 其实我不太喜欢减肥 节食这一些字眼 因为我觉得减肥嘛 好像就是说你本来就很肥 那我觉得其实我虽然之前比现在要肥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肥到哪里去 所以呢我不喜欢这个减肥这个词 因为每一次呢如果你一说减肥呢 大家就说啊你也不肥啊 干嘛还要减 节食呢我也不喜欢用这个节食这个词 因为节食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你不吃饭 什么都不能吃 吃的很少 反正就是我觉得不太健康这个词 所以因为我喜欢用这个健康饮食来说我现在的一些饮食的一些方法 一些习惯 所以呢我不想给大家一个错误的讯息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吃 用那种很不健康的方式来节食 然后达到减肥的目的 我不想就是让大家觉得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你饮食肯定是要控制 就是你不能说随心所欲 然后胡吃海塞那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健康 然后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饮食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着重介绍两个program 一个呢就是这个21天挑战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部分 那21天挑战呢我曾经做过好几个视频来说这个program 我是非常喜欢它它里面呢也教了我很多 就是健康饮食的一些知识 就是照着它的这个里面吃呢 它也在过程中也让我学到了一些 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 让我日后呢知道即使我不是完全按照它这样吃 我也知道我应该多吃什么东西 哪一些东西是比较健康的 那这个21天呢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把链接与原来做的一个视频链接给大家练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就不细讲了 其实它基本上呢就是你每天呢都有一个量 然后它呢把这个量呢控制在这些小盒子里面 比方说这个绿色盒子是蔬菜 那你一天呢可以吃比方说三杯这个蔬菜 比方说红色的这个是蛋白质 那你一天呢是吃四盒的量 那这个量呢是你之前要算好的 它有一个公式 里面有个表格你可以照着它你自己的体重啊身高啊 然后看看你每天能吃每一类的食物 你能吃多少盒 然后呢你就每天就跟着这个吃 其实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复杂 嗯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呢 就是我一天中吃了什么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我怎么去量每天大概吃多少的东西啊什么的 如果你其实习惯了以后不是说特别的复杂 它每一类的东西 比方说蔬菜类的东西 它有一个list 只要是蔬菜类的 你能装在这个盒子里面的都可以吃 就是在这个名单里面的 那它呢是建议你要多吃一些比较干净的一些食品 那干净呢不是说你这个菜多洗两遍就是干净 它就是说最好是有机的呀 最好是没有天然 就是没有添加剂呀 没有这个人工加工的呀 然后就这一类的东西最好 它这里面呢 其实一天的量还挺多的 不要看这么小的盒子 但是你盒子多呀 你就可以吃好几盒呢 所以大家也不要讲了说啊 肯定不够吃什么的 那这个呢 我就是其实还蛮喜欢的 跟着它的那个健身的那一套做呢 我觉得21天下来这个 整个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大家在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我后来没有照着它吃呢 是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局限性的 你就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吃 那比方说呢 我很喜欢吃水果 那它里面呢 就是每一天呢 你可以吃两份的水果 基本上就是这个绿盒子这么大的盒子呢 你可以吃两盒 那两盒呢 我觉得有点不够 比方说可以吃一个 就是两个苹果 或者是一个苹果一个梨 就是我觉得我吃水果呢 就是这个量要比较大 尤其是你在别的东西 不能随心所欲吃的情况下呢 我通常就会用水果来冲击 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饿 它就是说你嘴里面想吃点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就完完全全这样这个吃呢 它就没有 你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像什么薯片啊什么的 就是完全不能吃的 它一个礼拜你可以作弊三次 但是呢 它也是有局限性的 让你少量的吃一点点的这个零食啊什么的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就是 让人很难坚持 你坚持三个礼拜还可以 但是要永远一直坚持下去 我觉得就 特别特别的难 所以呢 我就又改变了一些饮食的方法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好像我查了一下资料 好像叫什么优惠体吧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英文叫Way Watchers 那这个program呢 很出名 就是在美国很出名 可能大家如果在这边的朋友应该也听过 所以Way Watchers呢 它主要是把你一天的这个卡路里 就是一天的食物呢 它都变化成点数 然后呢 让你非常好计算 很多的明星啊 像什么Opera啊 都是她的代言人 它确实非常非常有效果 我可以用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说 就是我除了这个21天的这个挑战之外 一年前做过两次就是很下决心 很下功夫的减肥 这两次呢 都是用的这个Way Watchers的program 两次都非常的成功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很虔诚的去follow它 你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你一直要坚持 那这个program我自己感觉还是蛮科学蛮健康的 因为它不是让你迅速减肥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看这个视频 想说啊我三天然后就能减十磅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关掉了 这个我觉得这样的减肥方法 要不然就是肯定没有办法达到那效果 要不然就是不健康 所以呢我是绝对不会推荐的 我推荐的呢 是大家可以循序渐进 然后一点一点慢慢把它减下来 这个方法好的原因呢 也就是因为你后面呢 如果你不让它这样吃的呢 你可以就是保持你现在的体重 如果你再就是回去 还像你原来那么吃呢 你的体重慢慢增加的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因为你减的也慢 然后增的也慢 所以呢在我看来呢 就是一个比较科学 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法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program吧 基本上呢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身高体重来 告诉你你一天能吃的这个点数的这个量 只要你吃的每一天吃的这个食物摄取量呢 不超过它这个点数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瘦身的目的 我是测试了一下 非常非常的有效 基本上就可以很稳定的一周减一磅的速度 我现在呢已经照着这个 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吧 三个月的时间呢 我差不多减了十二十三磅 所以一周一磅 就特别特别零了 当然我呢还有加一些健身在里面 它这个里面呢 是不要求你一定要健身的 所以如果大家实在是不想健身 但是呢又享受呢 可以试一下这个program 它计算点数的方法呢 主要是四个指标就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纤维跟脂肪 这四个指标 所以呢如果大家看你的吃的东西里面呢 它都会有这么一个列表 就是你的所有的食物里面的这些成分的含量 它都会有跟你写脂肪啊 碳水化合物啊 蛋白质啊 还有纤维的含量 你就把这四个指数呢 输到你的这个计算器里面 那我就是用我的这个手机应用呢 来计算这个点数的 那我用的这个手机应用呢 它不是Waywatcher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应用 因为你要用它的应用呢 你必须要加它那个program 然后每一个月还得给它付月费啊什么的 但是我就不想这样做 但是呢我找到一个手机应用呢 它是跟它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它也可以帮你计算点数 它其实用的原理啊都是一样的 就是等于是一个山寨版的一个应用吧 它的名字呢叫iTrack Byte Plus 我会把这个名字呢打在下面给大家 然后如果我能找到链接呢 我会给大家链在下面 我是用的iPhone 我不知道Android有没有这个应用 反正大家就是去搜一下这个名字吧 应该是可以搜得到的 那它里面呢就有一个计算器 然后你就把这四个指数呢都输进去 然后它就这个这一个食物呢 是多少点就给你算出来了 比方说呢我们就算一下 我今天吃的这个酸奶好了 它一份呢是它这一整盒 那这一盒呢它是零脂肪 碳水化合物是18克 纤维呢是零克 蛋白质是13克 所以它基本上呢只有两个指数 一个就是碳水化合物是18 蛋白质呢是13 然后它就算出来了 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它算出来是三点 里面呢它有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呢它就是每一天 你可以把每一天所有吃的食物呢 都记录下来 它还有非常好的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扫描这个调心码 它这边呢有一个调心码扫描的一个工具 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一扫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就它直接扫完了以后就出来了 这个就更简单了 你就连梳都不用梳 直接就给扫出来了 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好 大家可能问了说 如果我要是自己做饭呢 我这个东西它不是有没有包装的 也没有调心码可以扫 也没有这个指数可以把它输进去 它里面呢很多你一些常吃的食物呢 它已经给你输进去了 比方说肉类呀 比方说蔬菜呀 就是那些 可能你就是散装的那些食物吧 或者是一些比较常吃的菜呀什么的 它都也有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 如果是你自己做饭呢 可以把它输进去 拼上去是挺复杂的 但是只要你习惯了以后呢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有的时候呢 我甚至挺喜欢干这个事的 就是看看我每天吃的是多少的量啊 然后去查一下 如果大家还是不知道 自己吃的食物到底是多少点数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手机应用 叫MyFitnessPal 是这个 我也会把那个名字打在下面给大家 这个里面的好处呢 就是基本上你所有你吃的东西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很多东西是 比方说我们常去的餐馆 连锁的这个餐馆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自己做饭呢 或者是自己吃的东西 在家里面自己吃的东西 基本上都能算得出来 都知道 因为都知道里面的是多少的含量 但是你一去餐馆吃饭呢 就没有办法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多少的量 所以基本上大的连锁店呀 像什么Olive Garden的啊 什么Sizzler啊 什么的 反正就是很大的那种餐馆呢 它都有 甚至它里面有它的菜单 然后你就可以选你吃的 今天吃的是哪个菜 它就可以给你所有的里面的 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指数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那个指数 然后再把它导到另外那个手机应用 去算一下有多少的点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很复杂的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MyFitnessPal 它其实只是两卡路里 它就没有那么的细 因为我觉得这个Waywasher比较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食物 它也许有一些食物呢 是卡路里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食物呢 可能是纤维高一点 脂肪低一点 它的点数呢就会少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多吃 就是稍微智能一点吧 然后这个MyFitnessPal呢 它只是按照你的这个 每天的卡路里的摄取量 但是如果你实在是觉得麻烦呢 你不愿意算点数呢 你可以直接就用这个MyFitnessPal 你也是填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啊 然后它会问你 你的那个目标体重是多少 你想在多长时间内 达到你的这个目标体重 你把它输进去以后 它就会告诉你 你每天应该大概摄取 多少的卡路里的量 然后它基本上所有的食物 即使不是餐馆里的 就是比方说哪一个菜 它都可以查 甚至有的中文的食物 它也可以查 比如说我比方说 查一个什么回锅肉啊什么的 然后把回锅肉输进去 它都能查得到 大概其那个量是多少 其实呢不管是哪一个手机运用 它都是给你 给了你一个监督的作用 然后也让你无形中呢 学习到了一些知识 有时候我们会 会让我们很惊讶 一个东西卡路里是多少 比方说一个甜甜圈 其实如果你只是 吃那种普通的甜甜圈的话 一个甜甜圈150卡路里 但是呢 我们一包方便面要500卡路里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不去想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还挺好的 挺健康的 但是呢其实呢 是真的卡路里超高 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是 真的不能吃 碰都不能碰 但是呢你看 觉得好像还好 所以呢这个也是 给了你一个学习的过程 像现在呢 我已经这么久了 我基本上现在已经 不需要去把所有的东西 都算出来 然后填在里面 我自己脑子里面 已经有个概念说 我这个我今天吃了多少的量 我差不多应该吃多少 而且你长期间这样的吃呢 你的胃会缩 所以呢你会比较饱腹感比较足 然后呢你也不容易饿 因为你已经训练到 你自己说 我可以吃比较少量的东西 我就可以达到那个目的 所以呢你就不会说 经常的饿呀什么的 我反正用这个方法吃呢 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 特别的有那种 需要一个过渡期 就是中午啊 就是饿的地血糖啊什么的 因为呢这个program 它有一个好处 我说的那个weight watcher 它有个好处呢 就是蔬菜和水果是免费的 可以随便吃 那水果呢 它建议你一天呢 不要吃超过五份的水果 那也就是五个水果 我觉得一个人 基本上也吃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我一般如果要是真的饿了 或者是我就是 习惯性的吃东西 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 我们吃零食 并不是说有多饿 只不过就是 好像嘴里面要有点东西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我就去吃水果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吃蔬菜的人 所以呢我就拼命的吃水果 但是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这个果汁呢 不能多喝 虽然它也是说的百分之百的水果 但是你不能觉得这个果汁也是免费的 这个果汁还是要按照果汁的量 来给你加到你每一天 可以摄取的这个量的里面 但是水果呢 是基本上可以随便吃 甚至是香蕉 我们知道香蕉其实热量挺高的 但是香蕉呢 也可以随便吃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喜欢 这个program的一个原因 因为就是蔬菜水果可以随便吃 而且其他东西呢 你也可以随便吃 它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吃甜甜圈 也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吃冰激凌 只不过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量 所以呢 现在我基本上 如果要是吃这种 比较不好的垃圾的这种零食啊 或者什么的 我都是弄一个很小的一份出来 然后呢 我就下意识的把它保持在 我今天这个所有摄取的食物的这个量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就既可以解馋 但是呢 又不会让自己摄取太多的量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实在是想吃那种很肥的东西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量先拿出来 不能就是这个一大桶的并进来 然后抱着这个桶吃 肯定会吃过量 或者是一个薯片 然后拿着一大包吃 肯定也会吃过量 但是呢 你就把 比方说薯片 一份是二十片 你就把它二十片挑出来 然后 这样吃完以后 其实 你也解馋了 当然是需要一些 也需要一些毅力了 但是呢 就是不容易吃过量 像我是很喜欢吃零食的人 所以呢 我每天会留一点点的点数呢 来吃这个零食 这样也逼着我呢 就是白天的时候 需要找一些非常健康的食物 让自己又 有这个饱腹感 但是呢 又很健康 然后还在一定的卡路里的点数之内 这个program如果大家好奇呢 它一点呢 大概其实等于四十卡路里 当然也是要 像我刚才说的 要看你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啊 蛋白质啊 还有脂肪 纤维的含量 基本上就是高蛋白质 高纤维 低碳水化合物 低脂肪的 这种食物是最好 大家就是选择的时候 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 我有计划呢 再录一个我一天中吃了什么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就会考虑 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就是用这个 wave washer的这个program 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 因为有时候讲呢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呢 如果我亲自给大家示范一下呢 大家就可以理解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program 其实有多简单 因为我讲的好像有点复杂 我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逻辑 但是大家一看到了呢 就觉得 哎 也不是很复杂 其实挺简单的 所以呢 就照着这个吃 然后我发誓 大家一定可以瘦下来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理解一点 还是更糊涂了 反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还是在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是在微博上 跟我互动沟通 以上呢 就是我近期一个的 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法 跟心得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 给我点赞转发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去吃就要这个礼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